我的臉就是很紅 很多小東西 就是休整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是我 不要再逼我我就一轉頭 不要說 哈囉大家好我是Sindy 今天特別邀請到一個特別來賓 It's me 我們掌聲歡迎 嗨大家好我是王金 對如果你們不知道他是誰的話 他其實蠻常出現在我的頻道的 我覺得常駐吧 因為你應該至少出現過三次吧 就是正式的那種影片 我不是說Vlog喔 正式的話你大概出現過三次 至少 至少然後其他Vlog什麼的 就還有一對 所以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是蠻了解 欸上次去二手拍台灣認出我 真的假的 有啊 你說他直接知道說你是王金這樣 就是那時候我不是在幫你們拍照嗎 然後拍完他就說請問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我說我嗎 他說對你知道我是誰 他說你是王金 好厲害喔 因為我之前開Q&A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會問我的問題 就是說他要上大學了 或者是說他上大學 可是他對大學生活 其實是有非常多疑惑 或者是緊張的 然後他可能會不知道說 上大學的第一天要怎麼辦 或者是說他不知道 甚至他念完大學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你說我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經驗好像跟我們 就是也蠻符合的 因為如果你們不知道的話 我們其實是念四星廣電電影組的 所以我們是同班同學 是的 那我現在是在做YouTuber 那你現在就是 前陣子剛從打工度假那邊回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 所以我們就開了一個Q&A 然後就收集大家的一些問題 然後說可以來好好的回答大家 對對對 不然我們先從這一題開始好了 這很像開頭 這個當開頭 就是 他問說想知道兩位大學時期最難忘的回憶 我對你最深的回憶喔 我覺得應該算是 一開始開學的時候 然後大家常會一起約吃飯 你不會要講早餐 不是不是不是 然後那時候Cindy就有一個乾姐 對 他是有在做那個 外賣的嗎 就是他算是在做小吃 但是他可以送外送 對對對 他就是小吃店這樣子 欸那個年代還沒有付Panda 沒有 都是要打電話 然後滿多少錢才可以外送 對 然後呢 那時候他就說 欸我要跟就是我乾姐訂 有沒有要一起訂 然後本來就可能少少的五個人這樣 然後後來好像有幾 有常會訂到十幾個人 因為大家就是無聊不知道 要吃什麼的話 就一起訂 然後那時候訂 因為我本人就是你知道 數學小天才 不好意思我本人現在有點餓 是不是可以先 先可以開始吃 先開始吃 對 欸你是學測還是 直考進來的 學測我沒有考直考 那你數學幾幾分 你還記住 我其實忘記 應該十吧 其實沒有到很好 但是我四耶 對那時候呢就是 我在幫大家收錢 就是他每次可能十個人訂完 就是他還五六七百百的塊錢 然後我就來幫大家收集錢 然後就說 欸那這錢 然後再給你乾姐這樣子 嗯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們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才變得比較熟 真的喔 我是這樣覺得啦 不教您 好那有一件就是我們兩個印象都非常深刻的事情 那建議你們可以去Podcast 因為那個真的好好笑 但是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看到你 是你在小劇場的階梯外面 就是不是有個階梯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中午好像大家要去吃飯 然後我們那時候手機用的是HTC 那你記得你跟我用同一台嗎 白色那一台 對 oh my god 對然後那時候我看到你在那邊滑手 我就想說 這個你的手機居然跟我一樣耶 因為你知道那個年代就是 大家不會說都只有買iPhone 可能有些人會買HTC啊 Samsung啊什麼什麼什麼的 對 然後我就覺得好酷 就是我一定要跟這個人當朋友 因為我覺得我們眼光好像蠻斜近的 真的還假的 真的 是因為這樣 對然後所以那一天我好像就是 找你攀談 就說欸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飯 真的還假的啊 我記得 那為什麼我那時候一個人坐在那邊啊 沒朋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一個人坐在那邊 但是我記得我第一次跟你講話是因為 我們兩個都用HTC的手機 哇喔欸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但我後來想起來我們是用HTC這件事情 對 那大家會不會很害怕就上大學找不到朋友這件事啊 欸蠻多人的 因為我看QA有人問說 就是 希望可以給大一新生一些意見 因為要開學的好緊張 但你本人那時候開學是有緊張嗎 我其實蠻緊張的欸 真的假的 對因為 我高中是在桃園讀的 然後來台北念書的時候 是我一個人自己住在外面 對所以我當時就是人生地不熟的概念嘛 所以一個人我會覺得蠻緊張的 但是 我覺得我好像是那種欸 越活越 越活出自我的人 對 可能是因為也是很多朋友 然後朋友會給你帶來一些自信跟力量 所以我覺得 上大學建議我覺得說就是多交朋友 不要去害怕 就是自己可能沒有自信或什麼這樣 我覺得 多交朋友真的會給你帶來很多幫助 因為你大衣真的不是長現在這樣 真的不是 因為你大衣是戴眼 我覺得你戴一個眼鏡 嗯 黑框眼鏡還是什麼的 就是比較扁的那一種 你還在 不要回應 不要我沒有沒有照片給你放 照片全部會封存 因為我跟你講這一題可以延伸到 有一個人問說 最近去看皮膚科也被說是 九糟點紅紅的痘疤野色素沉澱 要上大學好沒自信面對新同學 我覺得你這個應該有非常多的感觸可以用 這就是我本人啊 對 因為王晶他大衣的時候其實皮膚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不好 然後最嚴重是大餓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 反正就是油皮然後非常油 然後我就是很久以前有一次吃抗生素的藥 然後對身體有一個就是不好的反應 所以後來我就很抗拒吃皮膚科的藥 因為抗生素就讓我覺得好像 是很不好的東西 然後我就那時候一直不吃藥 以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戰勝皮膚的問題 對就那時候就越來越嚴重 到那時候嚴重到就是 要怎麼講啊 我百分之八十或是九十的都是痘痘 對吧 而且是那種濃包型的喔 對 就是你洗 沒有其他你洗臉他會自己破這樣 那種非常大的濃包型 那才導致我現在就是也會有很多就是痘痘的部分 我當時其實我好像沒有美之心嘛 你覺得呢 而且我覺得你大衣一開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美之心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有點像是 你知道現在的你被包圍起來還沒有打開的感覺 就是整體都被包起來 不是說只有外表帶給你的壓力 對 對 對 是整體的 而且我本人 就對這件事情也蠻有感觸 是因為其實我原本皮膚算好的 可是我大概是到大三大四 那時候可能我不知道 可能作息不正常的完全 因為我們很愛打英雄聯盟 然後每天都從 對 打到凌晨三四點 然後起來中午繼續打這樣 對 所以那時候皮膚就是開始出現九招的狀況 然後那陣子其實我也蠻低潮的 我可以放照片給大家看 就是我那時候 也是對自己的皮膚很沒自信 然後也跟你一樣 就是我也是去找醫生 可是一開始醫生也是開不對的藥給我擦 然後我就會覺得我不相信醫生 然後你要去花很多的心力去把你現在臉上的東西蓋掉 對 所以你反而要化很多妝 然後可是其實那些東西都對你的皮膚不好 所以其實我有一段時間也是對自己的外表非常沒有自信 因為我覺得我的臉就是很紅 很 很多小東西 就是休整什麼的 對 然後就會覺得 為什麼 Why me 為什麼是我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很炸的一個部分就是會讓我慢慢找回自信是 你要先遇到對的醫生 對 因為我自己是因為後來看了就是石柏宇醫生嘛 然後他跟我說你這個其實是酒糟什麼的 然後他的確就是診斷出對的原因 然後慢慢讓我的皮膚就是比較不要那麼奇怪 然後穩定下來 對穩定下來 然後我就慢慢的有自信 而且我覺得那個是已經我大學末期的事情了 可是現在資訊或者是說 大家吸收的東西應該比我那個時候還是更多 對 對 那我覺得你就是這位朋友他在大一之前就可以先確認自己是酒糟 對 這件事情其實是蠻重要的 對 已經是已經是一件好事了 因為表示你有一個方向可以去治療他 對 因為像我那時候是真的完全沒方向 我相信你那時候應該也完全沒方向 很迷失 就想說到底怎麼辦 每個都很擔心這些事情 可是 你沒有解決他的辦法 對 你是沒有方法 但是現在畢竟你已經診斷說你大概是怎麼樣 你有一個方法可以去治療他 對 你也是大概在講這些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就是診斷這部分 治療部分可以去 呃去看一下找一下資料 那 如果你其實 真正你會覺得沒有自信會因為你的皮膚嗎 可是我必須要講 其實 你個性好或是你的 我覺得是人緣個性更重要 對 像我皮膚那種那麼差 但我還是 真的啊 我還是教導到朋友 對 就是人不會真的只看你的外表 嗯嗯嗯 如果就是他們會看到你 喔 其實你這個人個性很好 這個人很好笑 那當然會就是忽略掉 因為其實外表也不是多重要的事 對對對 又不是要跟你 跟你結婚或幹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如果對於皮膚這部分沒有自信 朋友相處的方式 因為我就覺得這個就不會成為你 大學生涯的一個摯愛啦 因為就是看看他 look at him 我記得你是不是有拍過影片 我有看 但影片裡面有你以前的照片嗎 我有看 我封面就是 超可怕 那我放在這裡 所以你們看到他大意的時候是長這個樣子 但我還是去跟他搭話 你看因為手機 對 所以其實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真的那不重要 真的相信你可以 就是 找到好朋友的 渡過你的大學生活 想問 心地上大學有沒有遇到適應不了的地方 你有嗎 我個人好像還好耶 我也還好耶 會不會信我們個性本來就是比較 隨遇而安 隨遇而安 然後比較social的個性 但其實我不是那種會 特 我覺得我不會特別跟陌生人social 就是我覺得大家很 一直很在意一個點 就是說我要趕快交到朋友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需要一點時間去觀察 就是你不是真的你第一時間交到的朋友 就會是你可能大學生 最好的朋友 對最好的朋友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你需要時間去觀察說 到底誰跟你的tone比較合 對有些有時候也不一定是那個人 或者是你的問題 就只是單純你們沒有辦法很好的相處 可是你要花點時間去找到這個會相處的人 然後我才會去願意跟他social 對 我也不會說一開始就找到陌生人跟他social 你要先去觀察 對 你要交朋友你可以先觀察這個人 而且我最近看了一句話就是說 別人怎麼對他自己 就會怎麼樣對待別人 就你可以看這個人 他可能外表打扮 都是欸你覺得很不錯 你覺得會喜歡的話 說不定 所以他如果你剛剛交朋友 他應該也會以相同的方式對待你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觀察的小技巧 對 所以我好像真的沒有什麼適應不良的地方 喔我知道喔你可能是外宿吧 啊對 外宿 我當時一上大學是我第一次一個人住在外面 嗯 然後其實當時還蠻聲音不良的 而且我當時你知道多可怕 就是我在那個家大概就大學四年喔 我沒有掃過地 所以我家地超可怕 我現在有掃很多 我一個禮拜只有掃一次 你真的想說幹每次去你家 哈哈哈 我跟你講我大學時期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一個人在外面住 所以然後那些時候就可能又懶惰什麼之類 所以我根本掃地都沒有掃 可是後來我就你知道 是要出國了 然後有一些其他的間諜之後 就知道喔其實大家的環境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所以我當時比較不信心想一個人住 而且我突然想到了 我一開始自己搬進那個家 我每天晚上我會把全部家裡 我不會哭 我不會哭這種事情 我每天會把家裡所有窗戶鎖起來 因為我怕有小童窗進來 對自己會移神衣�什麼之類的 說不知我家那平民窟更沒有窗 什麼平民窟 那房子賣成交價多少 一千三 之類的 對啊 可是 就是其實 可是那個以整個台北來講 算是 比較不繁華的 邊界的地方啊 可是我當時就是 剛自己一個人 因為那時候才18歲 其實還是很害怕 對我覺得可能外宿 就是如果你是要外宿的 朋友 然後沒有宿有一個人的話 可能這個部分真的是需要自己好好試飲一下 我畢業之後是繼續從事影像相關類嘛 就是我一開始先進入劇組 然後現在當youtuber 就還算是跟電影戲有一點關係 算是吧 但是你是完全無關對不對 我基本上就是拍片這件事 我大概大三就結束了 因為我大四是做那個壁展小組 是籌備的計畫的那個組別 所以我基本上沒有在碰拍片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大學這件事讓我自己有摸索釐清 其實大一到大三我摸索到 其實我不喜歡拍片 我不適合拍片這件事情 對那我大四是選擇 那有其他方式來畢業也就好 所以才會導致說 我畢業之後完全不碰相關性 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我覺得大學這幾年就讓我知道 我不喜歡這件事情 那我就是要繼續去探索 我可能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我現在還是在探索的階段啦 你會後悔嗎 就是你會後悔說 我四年來就念了一個 最後我好像用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我會 我有後悔過 但是我也很慶幸說 還好我有走過這一趟 對 因為不然我可能會對這件事情抱有一個幻想 你還是覺得自己很適合 可是你沒有試過 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大學你真的不用去很care說 我學到一個我不喜歡的東西 你可以繼續教 我學到一個我很不喜歡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浪費了時間 但其實我覺得你學到的最重要是經驗 你至少知道這件事情是你不喜歡 那你之後你可以不用再嘗試了 對 不然你有時候可能對一件事情抱有很大的期待 結果你真的去做的時候 發現欸 好像不是我想 真的想做的事情 因為很多觀眾其實也都會問我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他們可能 會對自己的未來感到很迷惘 就是說他不知道說 他念現在這個科系 以後會不會有出路 或者是說 以後工作會不會運用到 但其實你知道我們 我們系上 有很多人現在都不是從事影響相關類的 而且至少七成以上不是吧 對其實都不是 可是我個人認為 就算我今天不是 呃會走這個路線的工作 我還是會很慶幸說我交到一群好朋友 或者是說 我很慶幸說 喔 呃 這段旅程還是有帶給我一定程度上的成長 對 因為你在什麼樣的地方會有不同的人嗎 就是不同的人事物 會遇到不同的人事物 那我至少覺得在這段期間內 就算我自己覺得我學電影 並沒有學得很專精 就是我沒有說 喔 真的很懂 電影是什麼 什麼 但是 我覺得至少交到這群朋友 是我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嗯 真的我覺得 遇到人會其實對你的成長更大 對 不是說你真的在所學上 真的學到什麼成就 對 其實 教學想講嗎 是這樣講嗎 我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跟人的互動之間 會讓你其實有很大的進步 也是有的 這個就可以 講到說 其實王晶他之後 畢業是 直接選擇 去打工度假 對 你那時候是幾歲 23 就是真的一畢業 大學 還有等當兵 等完當兵 對 可能當完兵大概 結束兩個時間 三個月我就出過了 那 因為有一個 有一個觀眾問說 他問 打工度假這個決定 是衝動比較多 還是考慮很久才行事 那這樣聽起來其實你算是衝動 超衝動啊 因為我從 像我們大學我們沒有 我們完全沒有聊過說我想去打工 對 我完全不知道 我是突然莫名其妙有一天 然後 就說 要去幫王晶送機 就是 我知道你要去 可是 我不知道說來的這麼快 對 然後大學也真的完全沒有跡象 就是他從來沒有 他從來沒有 他從來沒有提過說什麼 我想要去法國 對 或是打工度假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他就去了 因為我真的沒有這個想法 但我當時真的是覺得說 我畢業了 那我想要 這麼快就進入職場工作嗎 還是我也不想 但我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反正我現在剛畢業 我沒有工作 我也沒有要接著工作的話 那我何不就出國去看看 這不一樣的世界會怎麼樣 那我覺得我很慶幸說我去了 就是去了之後我覺得我的人生得到很多 因為蠻多人會一直覺得說 打工度假是不是有一個年齡的限制 或者就是說 你打工度假完是不是會跟 其他的同學 慢了好幾步 或者是說其他人都已經在職場了 那你回來可能還是一個 沒有經驗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就 這是一個蠻多人疑問的點 就至少有兩三個問題 都是在問這個 那你自己覺得有差別嗎 就是你這樣回來 可是其實 目前算是有點像被迫 因為疫情回來 不然我應該還要在其他國家 對 我覺得沒有一定 但是 我這個人的個性 我現在我做完會覺得說 越早越好 我啦 因為 我其實在國外 我看到很多人是18歲 德國人 荷蘭人 他們真的是18歲就已經出國了 他們就是高中畢業 大學還沒之前 他就說那我們要先出國一年 就是有點像Gap Year的概念 Gap Year的概念 國外其實這個觀念好像蠻普遍的 對 非常普遍 他們根本就是 他們覺得多去看其他世界是 比去什麼機場工作 念書什麼之類的更好的一個經驗 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 而且我常常在國外跟一些外國朋友分享 很多外國朋友給我的回饋是說 我真的好希望我年輕的時候跟你一樣 嗯 因為我現在已經老了 然後 雖然我現在錢很多 因為我有工作什麼工作 工作了好久我錢賺了很多 可是沒有勇氣 我沒有勇氣 我沒有勇氣 我沒有精力 因為我現在四五十歲 我現在出國玩 我不像你一樣二十幾歲可以玩到 二十幾歲可以玩到的東西 我二十幾歲每天都是在上班加班 忙工作的事情 焦頭爛額 那我失去了很多我的青春在這個上面 他說 現在我四十幾歲 你覺得我去club 適合我嗎 就算去了 我可能跳了兩分鐘 我覺得好累 我就想回家了 他說我很羨慕你二十幾歲就可以出來 然後到處體驗不同地方的風土民情 文化人生 他說我真的很希望我是像你這樣子 他說就算我當時沒錢 但至少我有這個很好的經驗 美好的經驗以及回憶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 你怎麼看待你整個人生的時間軸的感覺 對 因為如果你只專注在眼前這個階段 要不要跟其他人一樣的話 其實你很難去做到跟別人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每個人可能一生就是火 大概我不知道八十歲 那你希望你的每個階段是什麼樣子的 那如果你真的很在乎說 你真的這個最年輕的階段 你要跟大家一樣去工作去幹嘛 可是可能你真的到你退休的五六十歲的時候 你坐飛機也坐不動 然後你出去玩也出去不聊 然後可能還有很多很多因素 你回過頭來看你可能會覺得 你浪費了你最青春最年華的那個時候 對 那如果你把整個時間軸就是拉得非常遠去看 你就可以想說 那至少我是在這最青春的時候去體驗人生 對 而不是說 就有動力的時候去跳 對 玩玩這件事情 對你可以去club啊 你可以去 我不知道就是 爬山啊 什麼之類的就是很高高精力很高體力的火啊 可以去 阿姆斯特丹啊 之類的 也都可以啊 荷蘭啊什麼的 但是 我覺得就是看每個人怎麼去看待自己人生的這個時間 對 這個就像 我在講什麼了 這就像打傳說一樣 你一開始會覺得說 喔我在這裡我前面好像輸掉人家一大姐 然後可是你最後打贏了這場遊戲 就像你說你打傳說其實領悟到一個道理 所有東西都要看長遠的 不能看近期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覺得說 喔我現在近期我輸掉我朋友 我朋友的薪水都比我高很多 他們有好多今年的經驗 但是你沒有走到人生最後一步 你怎麼知道 誰比較厲害 誰贏誰輸 真的 對所以 我覺得還是看你自己啦 因為如果你真的是很在意他人眼光 或者是你很在意你自己很獨特的話 可能你真的沒有辦法在這個年紀做這樣的事情 對 可是如果你就是想要活得非常精彩 活出自我的話 其實是非常鼓勵大家越年輕去越好 我自己是這樣啦 我去了三年之後回來的感想 目前是這樣 然後我們剛剛就有買了一個這個是多莉多姿 但是它是什麼口味啊 芥末醬 喔芥末醬油 超怪 我們就覺得它要不就是好吃 要不就是很難吃 你先聞一下 我聞不到任何芥末味 這是多莉多姿的味道 對啊這是多莉多姿的味道啊 拍片耶 我們試試看 然後我們一起吃 成敗 我覺得它好吃耶 我覺得很好吃耶 就它有點像芥末豪豆酥的 對我真的要講那個芥末綠綠頭 那個小球那個 它那個粉是那個東西 對 那我覺得配上這個非常好吃 我會很喜歡你覺得呢 才行才行 比我想像更好吃 嗯 這個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推薦 我知道 你講那個 你背包被打開的那個故事 我覺得那個就是很好意思 那個真的很好意思 啊 真的是很好意思 我跟你講那時候我在法國 因為法國什麼最多 爬手 爬手 不是強盜 是爬手 他們是偷偷偷的 然後那時候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就下班 晚上11點 好累 我會上13個小時吧 然後我就搭那個手扶梯下地鐵站 就感覺到有人這樣子 摸 摸 在我後背在摸摸摸 然後我就知道它打開我的包包了 然後我當時就很氣很煩很累 你知道我已經很晚又打工那麼久很累了 不要再逼我了 不要再逼我 我就一轉頭 比如說 這可以播嗎 不要逼 我是講中文 我不是講法文喔 我人在法國 但是我當時太累了 而且我也 好像我不知道法文的髒話怎麼罵 他講中文 超好笑 我講中文還台語 台語 然後 然後那個人就嚇到 他這樣正經常看我 他就說你在講什麼 他用法文 然後我就說 你把你偷開我包包還問我在講什麼 我這樣子講 而且我全部都中文 那個人一定覺得我瘋了 然後他就發現我好像不會講法文 他就說 NO 因為他可能英文也不好 然後 然後 落荒額頭 而且他一個人 好像一百八幾公分 那個高高 年輕高高的弟弟喔 然後被我在那邊 我一百七而已 你知道我看他 我是這樣子跟他講話 然後 他被我嚇跑 超好笑 這個故事我真的 因為我 這是他這次回來 我才第一次聽到的故事 然後我整個笑到不行耶 因為我覺得太經典 怎麼會有人轉過去 然後他就說 通常 我不知道 因為在國外的人就會說 What are you doing 那他是直接講就是 髒話 就是台語的髒話 我覺得太棒了 對啊 而且重點是他對方也被他嚇到 對 可是因為我當時敢這樣做是因為 其實附近還是有其他的一些民眾 因為是地鐵站 因為我聽過有些人是在荒郊野 比較郊區的地方 人旁邊不多 然後 如果你這麼 兇 兇的話 你會被人家打 然後 而且是打完還搶你錢 這樣子 所以還是要DEPEND 對 你還是要注意看一下附近的狀況 因為如果你真的 支撐在國外的話 你還是要去 注意安全 就是關一下周遭 如果有人可以來幫你的話 因為那附近還有其他的民眾 可以來幫你的話 你當然可以比較兇一點 那如果他真的要跟你怎麼樣的話 可能至少還會有人來 可是如果你真的在教去的話 那可能真的就是 賠錢了事 嗯 就想說被他爬就算了 被他被他爬 就是把錢給他就算了 保護人身安全 對 因為好像有聽過有 好像就是 留學生 就是也在教完 然後就是第一次反抗 最後就真的死了 真的被殺了 好可怕喔 對 反正我覺得在外面生活 或是在外面旅遊 真的是 其實要以自己的人身安全為最重要的 對 還是要小心 這有點可能 不知道性別不平等 可是女生好像還要真的要再小心一點 真的 對 因為大家會覺得女生比較容易侵犯 對 還有就是我這樣子 我自己在國外這些年我是比較少 有人問說你 覺得你打工度假回來之後 就是整個人生觀 或者是看事情的角度會不會不一樣 我覺得會 而且我覺得我就是成長變蠻多的 最重要的一點我覺得是你會變得很獨立 對 因為畢竟你從剛剛講說你大一從不會掃地這件事情到 到後來旅居海外算是已經有大概三年三年的經驗 對 因為其實你獨立的點是你一個人在國外 如果一個人去的話你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來 譬如說找房子 找工作 然後像一開始到你還要申請一個銀行賬戶 那些事情全部就是要靠自己 那你真的沒有人可以幫你 因為沒有人的事情所以他們也不知道要幫你什麼 這樣子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你真的要開始學會自己來 那真的找完地方住之後你要開始學會煮飯 因為你如果每一餐都在外面吃 你觀光客當然可以這樣 但如果你要常居在那不可能每一餐都在外面吃 很貴 很貴 所以你要學會煮飯 學會打 因為煮飯就要開始會打扎 打扎還要會洗衣服 你看 就是全部事情真的都要自己來 就是你要有一個完整的地圖說你 你該做了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你有一個完整的說 我一個人做 所以我今天事情都是要我自己來完成 有一個SOP在 SOP在 對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最大成長的進步就是 獨立的事情還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 你在台灣你遇到問題的話 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可以來幫你忙 但你在國外你遇到問題你就只能靠你自己 但我必須得說現在真的很多小朋友 沒有獨立解決自己問題的能力 對 就會發現他們遇到問題就會很慌張 然後他會想說 玩玩怎麼辦怎麼辦 他一走了知道 對 就是他不會真的去面對問題 就會放棄 啊算了算了算了 對 這個也可以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你遇到問題的時候不能逃 不能逃 因為他那個問題還會回來找你 你知道為什麼 有一天 我在街上裡看到一隻蟑螂 他就不見了 我想說 怎麼辦 打不到他 我很嗨他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我想說算了算了 找了一段時間找不到 我想要回房間 結果呢我正開始準備要打傳說的時候呢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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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那正常從我那個門縫鑽進來 然後又跑到我房間 又不知道什麼地方 我真的 這時候沒有辦法 就一定的面對了 然後我就在那邊找找找找找 他就從 那個衣櫃跑他出來 然後我就開始在那邊搏鬥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你要獨立 自己去面對這個問題 你不能說以為他跑走他就會結束了 不會他還是會找回來的 好的 那我們真的非常感謝今天王金 就來跟大家聊聊天 還有吃東西 還有吃東西 那最後 你再跟大家宣傳一下你們的Podcast 其實我們Podcast 我們一開始 我開始要做之前 我就先跟他講 就是討論這件事情 我說我希望你可以來當我們第10集的來賓 那為什麼是第10集 我們覺得我們可能做不到第10集 因為我們真的有幸做到第10集 麻煩可不可以邀請你來 然後一口答應 就我們還真的做到第10集 只是最近好像有點小問題啦 大家如果想聽到我跟Cindy我們的Podcast的話 會是金氏鴻門宴第10集 好 那其他集 你要不要大概講一下 主要都在講什麼生活爛事 對 其實我們就講了 我跟另外一個搭檔叫李鴻 我們講我們之前去澳洲有一些好笑的事情 然後李鴻的職場上沒爛事啊 然後還有在講一些 我們以前大學時期的一些好笑的事情這樣子 主要就是 你可能健身或通勤無聊的時候 就可以聽一下的東西 對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的話就幫我給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禮拜都會有新的影片 再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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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不會有些人 都會不會有些人 有些人 每個字幕都有看 可以有些人 如果人家 會有些人 可以可以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